记者中指凯台北报道,68岁资深演员雷洪雍六七,他上公室谁来晚餐透露自己大男人主义,以前的年代男人做家事会被取笑,但现在整个风气都不同了,认为能够跟另一半互相尊重,珍惜,才是真正的台湾男人。 现他对感情也有深刻的体悟,认为夫妻之间反而年纪大了,能够作伴,互相照应才是真正重要的。 除了当演员,雷洪也经营副业,很有生意头脑的他,当年曾投资从南部流行到台北的田园KTV。 相较其他店家只用一般电视大小的荧幕看畅,雷洪选择装设较大的投影机荧幕。 光是成本就整整比一般多出两、三倍,但对当时消费者来说很新鲜,也因此成本很快就回收。 对于投资,雷洪秉持见好就受的原则,心态要放宽,失败了要站起来,从哪里跌倒,从哪里爬起来。 雷洪,又二,上公式谁来晚餐?公式提供。